Sixer Station 聊运动 说故事 讲历史 今天我会开始一个新系列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劍道高段者和初学者之间的分别 而且是用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就是用运动科学去分析 我们学劍道 一般都是靠先生或者 senpai指导 很多教会都可以说是 几十年经验的大集合 但是如果在经验以上 再加上科学数据分析 和理论的补充 你说是不是会事半功倍先 而在这个劍道运动科学系列的第一炮 我会特别研究一下 劍道的footwork 看完整个YouTube 可能台长会为大家看几十篇 和劍道有关的论文 然后再千挑万算的重点 和大家分享 既然是Sixer Station的独家内容 请大家给多点like 事不宜次 第一个研究重点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劍道核心理念 Kikantaiichi 最简单来说 就是Kiai 打击和踏步的同步 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过 但你猜不猜到 好几个研究都证实了 高段者的打击 其实都是快过踏步的 大概快几十高毫秒左右 初学者就普遍慢点 反而是前脚落了地 打击才知道 落了地先打击 会令向前的速度 因为脚落了地而减慢 打击的动量自然会减少 所以运动科学虽然少少打破了Kikantaiichi的迷思 但也带出了 初学者如果要进步 就必须要改善打击的动作 使打击快过踏步 另一方面 Kikantaiichi里面的踏步同步 其实还泡沫了左右脚的同步 大家应该都听过 两只脚的踏步时间要踏到一致 差不多一起落地就最理想了 那究竟就这一方面 运动科学的研究又看到些什么呢? 看看这张图 X轴代表时间 Y轴代表脚板离地的高度 实线是右脚 虚线是左脚 他表达了这个研究里面的几位 Yongdan至Kodan的剑道高手 他们在打Man Uchi的时候 左右脚的动作和协调 以下讲的 大家真的要用经验去验证一下 因为初学者台长 自问真的没做到 首先 或者是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他们两只脚真的不在一起落地 反而是很分明地各自落地 看得出是右脚落地之后 左脚才很快地收回来 即是说 由一开始当左脚用力将身体推前 直至打到Man和右脚落地的时候 左脚一直碰着地下 尽量将身体推向前面 并没有多余力去提高左脚 直到打击动作完成 而当左脚收起来的时候 左脚的高度维持在很低的位置 所以动作会很快 以及不浪费力 我觉得整体要求和Suriachi很相似 或者这个就是精髓 至于身手呢 大家就看这两幅图 这篇论文总结了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是最常见 左右脚都在打击之前已经落地 甚至在将刀举到最高之前 整个人已经圆空了 第二种就看得好一点点 但效率都是比高段者的动作较低 不妨看看这几张图 X轴代表时间 Y轴代表左右脚的速度 高段者和身手最明显的分别 是不是左脚收回来的速度呢? 所以收左脚回来时 又快又低就完美了 同一篇论文 除了看用Cortelman连续技时候的Foodwork 我们也顺便看看吧 可以看得出 高段者即使在打Cortelman的时候 左右脚都好像打man一样分明 每一下都是在右脚落地之后 左脚才离地 而打第二下man的时候 又都是在左脚收回来之后 才推个身体出去 两组动作虽然是快 但是在执行的时候都很分明 印证了各位sense的教会 讲开Foodwork 我们又看下Fumikomi的时候 右脚有什么要注意? 这份研究就找了五位 Yongdan和Nanadan的高手 来测试他们打man的时候 右脚的力是怎样运用 这份论文就很短的 一个图表就可以说了 讲到高段者和低段者的主要分别有两个 第一个分别 在于右脚落地时的垂直力 高段者的脚力 平均是低段者的三倍左右 都挺夸张 所以低段者要进步 可能要转移一下右脚落地的动作 让右脚落地的时候大力一点 第二个分别 在于右脚落地的时候 向后方用的力 高段者向后方的脚力 平均是低段者的四倍以上 大家不妨感受下 自己一只右脚落地的时候 有没有向后施力去加强身体向前的动量 而不是减慢了向前的速度呢? 我自己的sensor呢 就常常提我右脚落地的时候 要用脚板抓住地下将身体向前拉 和这份论文都是一致的 另外 仔细一看 乡下的垂直力 其实远远大于向前后左右的力 Fumikomi的重点可想而知 不过 这个图表只是表达了 在量度时候最大的力是多少 而没有表达到时间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Fumikomi的时候 脚会同时前后左右用力啊 实际上 篇论文都有讲回个时序的 高段者的右脚落地的时候 会先向右后方用力 然后转到左后方 然后在完成动作的时候 动力才转到左前方和右前方的 接着我们又看看 高段者打击的时候 左右脚不同的关节角度有什么不同? 这份研究就找了五位 山单到歌单的高手 和五位初学者来比较 这个图表就不算易看 等我都努力解说一下 首先 锻炼群就是指高段者 对象群就是control 在这个研究里面 就是指这些初学者了 这次他用了S 1 2 3 来代表了四个时刻 S 是测试者收到打击指示的时候 1 是右脚离地的时候 2 是打击击中的时候 3 是右脚落地的一刻 每一格的数字 是关节的角度 X bar是平均值 SD 就是标准差 至于这些角度是怎样量度的呢? 就可以参考下这幅图来理解一下 那你就会明白 为何180度是代表脚伸直了 这个表最重要的就是打了两个星的地方 它代表了高段者和初学者之间出现了统计学上明显的分别 最明显的是左宽关节 无论是打man 或cotec 或多 高段者的左边大腿 都是向后拉得劲过初学者的 另一个分别 就是在打man或cotec 的时候 在打击击中的一刻 右脚膝头的关节都会明显收一收 可能是为Fumikomi用力做好准备 打击一粒星的地方 其实在统计学上都有意义的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按pause自己研究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看剑道准备打击的姿势 首先要跟大家讲些妈妈是女人的东西 涵盖所有的运动 在做动作之前都会有身体前傾 收紧某些肌肉的倾向 这些准备的姿势 就是所谓的basic dynamic posture 远在1946年就已经在运动科学里定义了 至于剑道的basic dynamic posture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就是Kamae 当我们Kamae的时候 Sensei是不是一直叫我们收紧core和左脚 随时准备弹出去的样子? 以下这篇关于左脚小腿的论文 就提出了剑道的basic dynamic posture 应该是怎样才能反应快些 测试者为Yondan Donanadan的高手 研究发现的重点是 保持左脚小腿肥长肌的tension 对各种剑道的动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向前Suriachi的时候 左小腿的tension 无论对高段者还是初学者 都有做缩短右脚向前踏出的反应时间 换句话说 收紧左小腿有做推动右脚 令人更快向前推进 相反 向后Suriachi的时候 如果左小腿绷紧 左脚的反应就会变慢 所以前进和后退的时候 肌肉的用法是不同的 后退的时候 应该放松左小腿收紧右小腿 那么向后推进的反应就会快些 研究又发现 左脚小腿的tension 不单止帮到Suriachi 还可以提升整体反应的速度 包括打man和cote 尤其对于高段者来说 因为透过劲度的训练 神经系统的反射能得到更好的协调 这个在现实生活都很明显 如果一看机电图 就会看到 当左小腿收紧的时候 高段者的小腿肥长肌和径前肌之间 会频繁出现明显的互相抑制协调关系 相比之下 伸手的机电图 就看不到小腿肥长肌和径前肌之间的协调 而只是看到肌肉持续地放电 换言之 就是没有反射性地引发到的动作 另外 从机电图也可以看到 高段者的肌肉兴奋开始时间是较迟 但收缩的时间就更快 反应时间也更加迅速 而伸手的肌肉兴奋时间 开始的时间就较早 而收缩的时间就较慢 显示到 高段者的中枢神经控制 是可以有更好的调节 即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同一份研究也有发现 有没有拿着shinai 即是手部肌肉的tension 和suriachi的反应时间是没关系的 所以 练习suriachi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放心放下shinai 对这件事是没什么帮助的 最紧要都是左脚做好准备 好 我怕讲太多理论会吓惊了大家 今天就讲着这么多food work先 如果你还想听多些剑道有关的科学理论 欢迎继续留意Sixer Station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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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